有想過在野外一樣可以高床軟枕 坐在餐桌前與美食相伴嗎? Glamorous Camping 簡稱Glamping 即是豪華露營 就是近年新興的享受式露營概念 構思起源自英國 在世界各地愈來愈流行 三年前我們在節目中 介紹過非洲的Glamping 不過在加拿大就不是周圍都有 千聞市就是安省其中一處 可以體驗Glamping的地方 參加千聞市的豪華露營 行程安排讓遊客認識到 這個城市的歷史 亦都不會失去獨木舟旅行的蛙艇 和遠足樂趣 早於17世紀當千聞仍未立市 這一帶是皮草貿易必經之路 有不少皮草商聚居 時至今日 捕獵野生動物製造皮草的傳統 仍然在千聞市保留著 因此遊客透過參加豪華露營 就可以坐船來到皮草獵人位於樹林的工作室 了解皮草的種類 和這個古老行業幾百年來的演變 自後遊客會爬獨木舟去營地 沿著早期的木材運輸路線之一 在Grassie River 進發 途經High Falls 這裏是以前水綠兩路的分隔點 河流兩岸景色二人 一直保持著原始的天然景致 既然是豪華露營 當然蛙艇過程亦不會太勞累 爬了只約45分鐘便來到營地 營火已點好 有齊紅酒、白酒、小食 就像自身野外迷你雞味酒會一樣 大家摸著酒杯底 聊聊天便到晚飯時間了 晚餐設在帳篷裏面 擺放了長桌、餐椅、餐具 就跟平時在餐廳用的一樣 營裏也有職員在打點及準備晚餐 對客人照顧周到 上菜了 既然是豪華露營 扣盤、餐湯當然不少了 主菜和甜品亦似無似養 除了一般會吃到的魚類和肉類之外 餐單還包括微鹵肉和野牛肉等等 好像這個就是野牛肉湯 晚餐這麼豪華 住的地方當然十分舒適 每一個帳篷是一間睡房 有雙人床 也有兩張單人床 在森林之中高床軟森 認真豪華 營裏有電力供應 也有洗手間和浴室 不過這裡始終是野外 多蚊多昆蟲就難以避免了 所以即使有蚊帳 都要做好防蚊措施